大家好 大家好 onairpower.com 24小时 网上电台 恭祝大家 龙年吉祥 生龙活虎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 嗯 龙力新年 不要炮掌声咧 赞点 我们都要 认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 那就多一点点气氛 其实炮掌 为什么禁止的呢 危险咯 我不应该这样问 禁止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呢 要数回到60年代 1967年之前 香港还可以 烧炮掌 过时过节 开张喜庆 大婚日子 之后 慢慢出现一些 叫做 土製菠萝的东西 制製炸弹 炸弹是来自 火药 当时的香港 禁止火药入口 没有火药 就拿了炮掌 拆开它里面的 火药来做炸弹 出现了 土製菠萝 都令香港 混乱一时 有多影响呢 土製菠萝的出现 令到香港的市民很担心 街都不敢出的 一则报导 在1967年 5月至10月期间 成千个炸弹 加因暴动之后 你身边 随时看到几个字 同胞密 是真的假 也好 不怕就假 事实上 雙级都有六七百人 所以 去到年尾 禁止 烧炮掌这个活动 炮掌 为什么要烧炮掌呢 传说 过年 这个年 是一只 怪兽 这只怪兽 最怕是 啪啪啪的 炮掌声 在1968年开始 不能放炮掌 怎么办呢 不要紧 它们都是讨厌那些声 我们再来一次 炮掌 就可以烦一下 赶走它 可以吗 我的自家罐头 土製炮掌声 大家都可以 捏一下汽水管 拍摄一节 烦一下财 炮掌 其实在1968年开始 没有炮掌放了 那些大众市民 真是很不惯 有些就回国内 有些就偷偷地放 被人拉到 就上衙门 发银两 慢慢就惯了 透过电视 收音记 媒体 停声 新年 很多习俗 去年代 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 爹地妈咪 婆婆妈妈 都跟得很足 那现在的你们 会不会都 守住下这个传统呢 例如是 真是年28 才大清洁 兼用了 绿油盐 和自己洗腊 又或者 吃过团年饭 收拾东西之后 就不可以 倒垃圾了 直到年初二 才可以到 再或者呢 大年初一 不洗澡 头发不洗 由得她 初一 说到初七 会不会遵守 都很难吧 好 除了刚刚所说的 另外有一些 习俗 可不可以叫习俗呢 应该不是 娱乐 很多人都会 倒两手 打一下麻雀 拍下节 新年太正局 不行不行 怎么都要开局 新年习俗 当然 离不开美食 新年的食品 很多寓意 在美食当前的时候 大家又可不可以 立刻 说到嘴唇 哪个意思呢 例如是 吃年糕 很快就联想到 年糕年糕 年年糕性 职位高性 荷包高性 吃油角 就 油角油角 吃过油角 来年 占路头角 够不够 三姑六婆 还有吃鸡 为什么要吃鸡呢 蟹音 家家糊糊 有切鸡 又嫩 说起 美食的二头 很多时候 新年 煮齋 加些荷蘭豆 荷蘭豆 又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的 荷包 很多粒豆 熟起 像熟熟 就是这样的 过年食品 真的有很多 法菜 鱿鱿 也许 玄保饺子 莲子 莲牛等等 下日食饭的时候 不妨考下自己 或者考下身边的人 看看 是否能不能出其 意思 好 过年 很多十星东西要做 准备 特别是 将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 有趣的感觉 然后要 认为好口才 不是 应该是 过年前认定 大年初一开始要做一个口甜舌滑的人 口似伶俐的 能够做到见人讲人话更加好了 怎样见人讲人话呢 例如是十二生肖的河池 十二星座的河池 做生意的各行各业的特色 自创一些的祝福语 你这么努心努力 这封利是还没有利好 收利是练得一身好口才 派利是的都可以加点小饺子 自制一些小辉春 入了利是封里面 怕烦都可以不买 加点小饰物都可以 不过就烦点重 牙渣 怕有开心 瘦有开心 也象征到利是本身带来祝福的意义 过年 懒洋洋又忙碌的日子 很多东西要记住 最紧要还是要带着笑容 新的一年 笑口上海 胃口大开 笑多些可以帮助燃烧卡路里 真的特别是大笑笑到心跳加速那种 笑多些对于健康都好些 加速我们的新陳代謝 增强免疫能力 也可以令到心脏更加强壮 这么着数没理由不做 在美容方面更加可以令你年轻 笑一笑世界更美妙 它的功能更加好奇妙 笑容大概有19种左右 每种笑容都影响到我们的肌肉 由几块到五十几块 在这19种笑容里面 都归纳了两大类 一种是社交类 礼貌型的笑容 动动的肌肉是比较笑的 另一种是法治内心那种 动动的肌肉是大很多的 你许笑更加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会传染的 时间又差不多了 在灵色咪之前 再和大家恭喜恭喜 祝大家龙年行大云 行运一条龙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多谢你们支持 onairpower.com 下一集见 拜拜